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听 李宗盛 欢迎收听你底呼声 一个属于你底奇怪电台节目 这是最后一期了 加勒主播今天 就请你听武侠广播剧下集 然后请李鞋跟你玩游戏 上回的广播剧 我们听到一群武功高强的无聊人 在寻找九阳真金 到底那个死人九阳真金 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找到了吗 谁又为了争天下第一 而不得好死呢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九八星神雕侠侣 下集 杨康的尸体没有腐烂 而且叫人吃惊的事竟然和杨过长的一模一样 连躲在一旁偷看的李莫丑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 可是 他手上唯有九阳真金的金子啊 难道最后要过练九阳真金的不是他 会不会给人偷走啊 哥 你是不是好失望啊 我不明白 怎么杨康长得跟我一样 他好冷是你爹啊 不 我爹他觉不是坏蛋 现在怎么办呢 躲在一旁的银志平 忠然小声地叫了起来 踏着石头后面的一只绣花鞋 这里怎么会有女人的鞋 而且只有一只 绣着木念瓷三个字 那不是杨康老婆的名字吗 难道他老婆当年躲在这里偷看杨康练功 老婆看老公练功很平常啊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 也许杨康不准他老婆看啊 什么死人武功这么神秘啊 就是练了会死人的武功的 才需要这么神秘啊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九阳真金是什么 只要可以控制武林 统一江湖就行了 我想到了 九阳真金会不会是被杨康的老婆 木念瓷偷走的 很有可能啊 因为他会危害武林啊 很有道理 杨康 你们想抢九阳真金 只是借来抄一抄 明天还给你包肉包肉 你就想啊 过来 九阳真金是危害武林的书 一等大师说一定要烧掉它 你敢 别杀杨康 你答应给我杨康的 高尔 不打了 下雨了 我的装会糊掉的 郭福成急忙跑过去 拿出青蛙皮羽翼给杨康 却不小心滑倒了 青蛙皮羽翼飞到李莫愁脚下 李莫愁正想烧掉它的时候 忽然尖叫了起来 青蛙皮上有字 是金 是九阳真金的金 还有 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字 难道 这就是杨康一世的九阳真金 连杨库长得这么大 都不知道青蛙皮上有刻字 要不是青蛙皮被翻到了过来 沿边的一行小字 就根本不会被人发现 你把它还给我 我拿到了 杨过 你找死啊 这个啊 杨过 赢志平 快抓住小龙女 郭福成 你杀了小龙女 杨过就随你了还 不能 你说过的 小龙女归我的 你这蠢猪啊 等我李莫愁当上武林盟主 你还怕没有比小龙女更美的神仙姐姐 快杀了她还 哥 姑姑 杨过 李莫愁 你说话不算数 今天放过她以后就阻碍我统治武林 再说郭福成 就算杨过不死也未必喜欢你的 我自然有办法叫她喜欢我 总之杨过不能死 郭福成 你的手 郭福成为了替杨过挡住一剑 竟然被剑气如虹的李莫愁砍断了手臂 李莫愁逼得更紧杨过连住三招 哥 哥儿 用甘伦法王教的玉驴心筋 嘿 玉驴采发 看我的玉驴形象 嘿 玉驴手伸剑法 嘿 玉驴疏长发 嘿 玉驴破谣言 嘿嘿嘿 哥儿 要专心吗 有专心吗 不行 姑姑 我 哈哈 什么玉驴心筋啊 简直是滚水摸鱼的屁女心筋 姑姑 我 啊 不然想着别人 要不然玉驴心筋就洗不出来了 姑姑 我 你会小声一点吗 你想害过是不是 洗驴人嘿 姑姑 我们再来 可是 杨过和小龙女 始终无法施掌 玉驴心筋最高进行 几波仇悟出三十招 已经把他们逼到悬崖了 臭轮廟 杀我小青蛙 义父 欧阳风 你干嘛抢走我小青蛙的鱼 义父 那是九阳真经啊 九阳真命 好 我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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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青蛙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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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风不留情地跳向李莫仇 张开双手双腿使出独特的蛤蟆缠敌人这一招 这是银志平大叫 欧阳风 你是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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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风 你是谁 我是谁 你是大蛤蟆 是九阳真经把你变成又大又臭的大蛤蟆 义父 你不要听他胡说 不 我不是蛤蟆 我 我是谁 你是乌龟 我是 我是乌龟 只要你不抢九阳真经 不无恋九阳真经 你就可以做天下第一 我 我是谁 你是乌龟 我是 我是乌龟 是 我是乌龟 只要你不抢九阳真经 不无恋九阳真经 你就可以做天下第一大神龟 是 我是乌龟 我是乌龟 我是大神龟 我是大神龟 我是小青蛤 我是大神龟 明天一起去游泳 乌龟 乌龟 明天一起去游泳 乌龟走到悬崖 李莫愁突然跃起 一脚踢他下山崖 我再上山崖 我再上山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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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草除根 谁知道他几时又清醒过来的 谁知道他几时又清醒过来的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有玉璃心经 可是 我 我不可以专心 我有办法 小龙女走向郭福城 将她打混 免得她又叫 让杨过飞心 银志平出手阻止 小龙女和她打了起来 点住她的穴 靠近银志平的刹那 小龙女傻住了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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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味道 李 李 李 什么 什么味道 原来是李 我是哥 原来是李 是李 是李 姑姑 快来 我 我支持不了了 哥 哥 姑姑对不起你 姑姑 你怎么了 我 我背不上你 我背不上你 姑姑 杀了李莫愁 杀了九阳真金 我们就可以成功了 死到年头 还用马当勇去呆 嘿 啊 啊 啊 姑姑 去死吧 嘿 正当李莫愁的一件药 刺死小龙女士 突然石头后面有人拍手大笑 父男父女 凶凶凶 嘿嘿嘿嘿 嘿嘿 谁 出嘞 你是谁台 我叫 嘿嘿嘿嘿 傻东姑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还 看你们抢故事书啊 原来是个神经病 滚到一边去 傻东姑知道你们抢的故事书是什么 嘿嘿嘿嘿 你知道 九阳真金 说些什么的 不要跟你说 我跟道长哥哥说 傻东姑走向银志平 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嘿嘿嘿 银志平脸上狂喜 一阵红一阵白 激动的笑都不停 李莫愁气得解开银志平的渠道 他说了什么 嘿嘿嘿嘿 死丫头 等一下再解决他 哈哈哈哈 他说九阳真金事 哈 你说大声点的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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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志平一剑和狠的刺路李莫愁的腹部 刺了几下 发疯的笑 李莫愁抓住他的衣服 血流不止 你骗我啊 啊 你 你骗我 即使九阳真金根本不适合你练 得到了也没有 为什么 九阳真金到底是什么的爱 你永远都练不成 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练九阳真金 你杀我了 里面最高的境界是他的伟哥十八路掌 是根本没希望的 如果刚才我具实告诉你 你可能以为我像私吞而骗你 倒不如我先下手杀了你 我不用担心你杀了我 你 傻瓜 高儿 什么叫做真正的男子汉 李莫愁 他为什么不狼练呢 你莫愁只想当女人 练了也没用 我还是不明白 姑姑 你不要问了 我会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天意 天意 天知道我银志平是练九阳真金里头的伟哥十八路掌 最佳人选 练了便死人 死人没得练 死丫头 你瞧什么 杨康练了便死人 念慈 还给我 还给我 念慈 不要 快点还给我 穆姐姐把书偷走 快练成功了 念慈 快点把九阳真金还给我 踩开来 逢成雨 过儿 娘走了 希望有人会把你带到 剩下小宝宝 剩小宝宝 永康 真的是你第二个啊 下雨下雨 太阳出来了 小冬菇跟着莫姐姐躲在后面 宝宝哭了 小冬菇为宝宝吃果子 老子是她吗 老公公来 老子带你回家 抱走宝宝 小冬菇 当年九十年 你救我 小冬菇 让我娘呢 莫姐姐跳下去了 跳下去了 她穿另一件青蛙皮跳下去 你说什么 死丫头 你说 还有另一件青蛙皮 是不是另一部九阳真金 你说 我不知道 是青蛙皮吗 是青蛙皮 另一部九阳真金在哪里 在下面 另一部九阳真金在哪里 你说 快说 在下面 莫姐姐和另一件青蛙皮在下面 下面掉下去了 傻冬菇飞奔到悬崖 指了指下面 银志平冲向前看 杨过和小龙女也上前 担心银志平会伤害傻冬菇 这时 小龙女突然出手 狠狠地把银志平推下山崖 银志平捉住一条树干死命的挣扎 当过被小龙女突如其来的攻击 吓了一跳 我知道错了 小龙姑急忙将银志平手中的九阳真金 抢了过来 我不撒她 母妖脸跟你曾亲 救 救命啊 神仙姐姐 我 我知道错了 那晚 那个人 是你 对不对 救命啊 神仙姐姐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该死 该死了 那你就去洗吧 不要啊 杨过 不要啊 杨过 杨过 该在拳针教育上 你快点救我啊 杨过 谁叫她选这么细的数字 傻瓜 好了 我大功告成先走了 后会有期 傻东姑 你 你怎么不傻 傻瓜 力量的 你没有听过人家唱吗 不张风卖傻 那臭道士 怎么会没有借心地相信我呢 即使刚才小龙女不出手 我也会推她下去的 傻东姑 谢谢你救过我 那时候我才五岁 怎么懂得什么叫救人 那现在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你跟杨康长得一模一样 我又听到你们在抢一件青蛙皮 又是什么 九阳真金 我就猜到你就是当年木姐姐 留下来的小宝宝杨过了 我当然要救我未过的小宝宝啦 好了 有缘再见啦 狗木 狗木 狗木成为我断了手臂 我们照顾她好吗 狗木 你不高兴啊 狗木 其实她 她蛮可怜的 好了 反正古墓也要很多的衣服等人洗 就带他回去了 太阳出来了 杨过牵着小龙女走到悬崖那里观日出 两人经历劫难 紧紧握着对方不放 高儿 这青蛙皮怎么办呢 这部九阳针经还忍不浅呢 我们少了他吧 你不想看吗 他们不是说真正的男人都想练成吗 所以连国精 红气功和黄药石 这些大侠都逃不出这个男人的陷阱 他们毕竟是男人了 那里可以吗 姑姑 只要有你 就够了 太阳似得更高了 杨过和小龙女看着青蛙皮 被烧成灰烬 都消了 不计 李良会怪你 烧掉他留给你的东西吗 可当时自己干嘛不毁丢他呢 为了你呀 姑姑 我们回古墓吧 哥儿 其实你已经 偷看了九阳针经了 对吗 你 你怎么知道啊 你忘了 甘伦法王教的玉女心经 可以让我感应解读你的生意呀 姑姑 姑姑 你 你笑了 好懒看是不是 走啦 从此江湖武林 再也没有人见过小龙女和杨过 只是 常看到郭富城提菜兰 竟成百三个人吃的食物 一期望梦似曾见 心内波难言 抛开世事段仇怨 伤伴到天边 作草生放沙漠漠漠漠 那句舌上窝面 舍叼猛人分在外奔茨 小独自身后千年 天朝朝野漠漠漠 伤不断里面挽 心经百业在心间 因已两难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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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我们就请李协跟你玩游戏 看你怎么胡扯瞎边一个属于你的江湖 你的武侠广播剧 发生什么事 麻烦你帮我看有人跟踪我 我想找个女人 欢迎收听发生什么事 我是李协 谢谢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赞助 首先我们来听听傅比的创作 针对上次的题目 起剧编了什么有趣的情节 很喜欢吃烧鸡 人小小就被送到香港拜师学艺 学烧鸡 师傅临终前便把祖传秘籍交给了阿伯 让他回乡卖烧鸡 有一天 阿伯接到了消息 阿伯去乡卖烧鸡 你不是什么 我得鸡 我得鸡 你不是根本有不得鸡 我得鸡 我得鸡 抓住他 抓住他 不要跑 不要跑 此时 突进雷从那只鸡的安妍 拉出来咨子 是师傅的主角秘籍 要不是当年被师父逐出学问 这本该属于我的 这为什么 师父把这祖传秘籍 交给你这只呆头鹅 鹅 我的鸡 我的鸡 阿大突然想起烧鸡 还在炉子里烤着 顾及不了祖传秘籍和偷鸡贼 又赶紧跑回了烧鸡店 这次发生什么事 我们最新的挑战题目是 武侠剧 请你仔细听 然后想象这一分钟的故事 出现了什么大侠奸人或是贱人 到底他们说了什么 发生什么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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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啊 父母 说到武侠剧 他总是荡气回肠 里面的人物不是报仇报恩 就是为名为利为天下 争个你死我活 而且各种天马行空的武功都有 能飞能游能跳 你高兴的话 你也可以在你的创作里 自己乱乱编 有些明明是死了 可是一打通两百条经络 突然又变得死一本厉害 这里要教大家 在编故事的时候 一个作戏的小知识 主题 什么是主题 主题就是 你要讲的故事 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你能选一个明确的主题 你就比较容易编故事 比如说 要报仇就报仇 要比武就比武 要背叛就背叛 所以如果主题太多 太杂太不清楚的话 你在编情节编故事的时候 就会编得很乱 好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 选好你武侠剧的主题了吗 现在就让你再听听 这期的挑战片段 武侠剧 这一分钟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三者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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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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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请把这个武侠剧里面 你编的人物会说的台词 把它演出来 你能找家人朋友一起演出 用手机录音之后 可以寄到 记得我们只要你 干干净净的声音 不要连同这个武侠剧的背景音乐 也录进去 谢谢你收听和三月 发生什么事 我们等待你精彩的作品 发生什么事 请你帮我看 有人跟踪我 我想找一个女人 发生什么事 你给呼声 谢谢你收听你底呼声 一个属于你底奇怪电台节目 我是主播 Zia Let 虽然你底呼声已经来到最后一期 以后我们有缘 还是可以继续为你制作 并在Facebook脸书播出 各位英雄好姑娘 江湖险恶 你们要相亲相爱自己当心 我们后会 有期了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